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我是孫雲喜 說回市場的情況,市場差勁 低開後,全油反覆回落 一度跌穿過27,500點 最後跌幅稍收窄,收27,530點 跌429點,成交超過1,014億 今日市跌,主要是重廣股表現差勁 包括匯豐,跌2.8% 58元都穿了 加上騰訊也不靚仔,跌2% 去到408元,成為市場主要跌下去的動力 整個市形勢,今日市場曾經穿過27,500點 後來稍稍彈上去,跌400點開外 走勢就糟糕了,後市怎麼看呢 看今日市場仍要繼續向下考驗支持 可能性是大一點 原因是怎麼提到那幾個字 三路夾擊 第一路,昨天出現了 就是大摩調低港股預測 都經常強調,近兩三年 大摩的預測喊致 通常都比較準確 通常是調高的事,事例會好一點 調低就會受壓力 這是第一路,昨天出現了 第一路的攻勢 就是淡有的攻勢 今天再有兩個不太好的消息 都是對事不利的 首先就是一開始已經出現了 蘋果,蘋果宣布 跟Tim Cook的腦頂 跟員工發的備忘錄 就說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iPhone的供應 是受到限制其一的供應 簡單來說就是刑警 刑警一出 相關的股份 iPhone相關的股份 或者手機設備股 都出現了明顯的跌幅 其中這隻信譽跌得比較強 跌成4.9% 5% 差不多 穿了100天線 走勢 是弱的 瑞昇 都是不多 所以總而言 今天手機設備股都是沉重的沽壓 成為今天市下跌的第二路 淡消息 第二路的攻勢 或者第二路的夾擊 至於第三路的夾擊 什麼時候出現呢 就是中午收市之後 下午開始回到 為什麼呢 因為中午的時候 匯豐和恒生都公佈了業績 其中匯豐業績 是令市場人士比較失望的 因為業績又怎樣呢 就是列賬的 盈利 就下跌133億 倒退33% 這個數字 都令大家有些 就覺得 驚驚的了 其中呢 重大原因 為什麼跌這麼多呢 就是商預計減值 就涉及70多億 導致 這個盈利就 比市場預期 就為順利了 這個其中一個情況 加上與之同事 匯豐宣佈 業績一般的同事 就說 未來兩年 就暫停回購 大家都知道了 過去這段時間 過去這三年 匯豐股價得意 就叫低位企穩 雖然沒什麼兩例表現 低位能夠企穩 都多得 就回購 股份益回購 可以說功不可沒 但現在宣佈未來兩年暫停回購 令好友 是有點失望的 為什麼要暫停回購呢 就是 未來這段時間 將會進行重大的 架構重組 這個重組的方向 就會裁員 估計未來三年 就會裁員三點幾萬人 即是三萬多 三萬五千左右 這個涉及總的 員工人數 大約是15% 與此同時就會剝離 價值一千億的資產 支市的架構重組 市場變得沒那麼好 就慢慢減少 在當地市場的業務 以至 撤出都有 其中 在美國方面 歐美市場變得一般 所以美國方面 會在224間分支機構中 會財減三分之一 換言之 在美國市場的情況 一路一路減少 減少在美國市場的業務 進行這樣的架構重組 所以要暫停回購股份 雖然架構重組來說 可能會是好事 因為可以節省成本 盈利 不愛乎收入增加或成本減少 來增加盈利 現在透過成本減少 來確保盈利能夠維持 這當然是好事 但在過程中要暫停回購 就不多英俊 所以 匯豐就成為第三路 夾擊中的重要利淡因素 在三個因素夾擊之下 估計恒生指數 走勢都會繼續弱 加上 各技指數都是一般的 今天都跌成1點多的巴仙 152點 所以整個恒生指數的走勢 估計會在三路夾擊之下 反覆向下尋找支持 事實上 恒生指數自己本身 技術走勢都不見得 英俊 今天 由早上跌到晚 出現一支大陰燭 穿了50天線和250天線 一次過跌穿你 技術走勢就弱了 情況之下 估計會反覆下市 一個重要支持是誰呢 就是上升列口 就是這個水平出現的上升列口 在這個上升列口的速度 就是27,314點 至27,436點 大概來說 27,3至27,4 就是這個上升列口的支持 上升列口是2月11日做出的 所以大家留意這個重要位置 如果失手了 可能要再進一步下市低位 這個低位也比較高一點 是去到100天線 原來100天線 就是27,160點 大概是27,1 初步看 在三路夾擊之下 就會率先下市的上升列口支持 守不守到呢 要大家留意 要收不到 可能進一步 就是下市剛才說的 100天線的支持 可能成為下一個 擔有進攻的目標 好友就力手的關口 時間關係說到這裡 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歡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